咱们都知道老任每年会买一些劳力士 但他每年也会买一些车 有他自己带 车是给我们看的 我们去看一下老任要买什么新车 老任 这个我陪你去试驾 这就也是你们车厨 我这车挺感兴趣的 你给我弄一条小Van送过来 你知道我喜欢绿色对吧 对对对 我更喜欢老任 更喜欢老任的绿色 就这样 作为一名混迹在车圈的韧性的万表UP主 我买车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需要去店里砍价吗 不存在的 他们会有最便宜的价格给到我 需要去试驾吗 也不存在的 他们会把车送过来 又不是自己的车有什么要舔的 上车了 你看这个 一看着大桶 也看着反方皮 看着碳纤维 不亏是Quattro GmbH 废话 它比一台A4贵好几倍了好吧 但我想说是什么 特斯拉就这两个按钮 感觉像玩游戏机一样 但这台车这么复杂意表盘 中控屏这么多操作 各式各样的按钮遍布全身 什么感觉 像开战斗机一样的感觉 这才是我们中年油腻男性最需要的东西 行了咱也别坐这聊了 战斗机嘛 咱们得开始 好 启动 出发 老人先跟我们聊聊嘛 450匹什么感觉 哎呀年轻人不要急好吧 这台车有劲大家都知道 但我想知道的是 这台车首先它能不能做日常通勤用 就能不能成为一台真正奶爸车 那到底能不能呢 我是有一些结论的 你说 比如说它的转向很灵敏 但是不重 它的排气有质感 但是不长 它的底盘有韧性 但是不颠 它的动力很有劲 但是不窜 中年轻人不要这么服气嘛 咱们小按钮按起来 走 是不是不一样 那老人都是400多匹 跟你的大V8比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 Mustang就像你骑一匹猎马 你知道吧 不能使劲踹 是吗 一使劲踹它就上马路牙了 而这台车呢 即便你开的RS模式 你始终觉得 你在开一台非常精密的 战斗机这样的感觉 指哪打哪 精准 所有的东西都像是被计算过一样 到位 我觉得这就是 奥迪RS Sport的精神 对 但还有一点要跟你说 就Mustang的第二排 永远放不了二统安全座椅 它的后备箱也永远塞不进 我们家里的婴儿车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美式肌肉车 PO那一台大排量 一定是你们这种 小年轻去玩的东西 人到中年 就要一个精准安逸 还有一点熟悉 可我还是想要这个 老人你让我开一会儿吗 不行 我还没玩到的 都这个时候了 人把皮还在想着 他要换几块劳力士 才能买一台这个车 那对我来说 这样的车 我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20多岁的时候买不起 这非常流口水 40多岁的时候 来不起内心非常的苦劳 60多岁再买不起 那这车已经和我没什么关系 那到了80多岁的时候 凭借这个无敌的 这个大货备箱 我可能只能被他直接拉走了 别做梦了 再做就真的要入土了 其实这才是我们这些中年人 告别油腻的中级奶爸车 品牌够低调 颜色很骚气 开起来很带劲 关键点什么 他能够很好的照顾我们的家人 第二排可以坐下父母 也可以放下儿童安全座椅 而他们后备箱 婴儿车不用折 也能放得进去 师傅别念了 那我也爽爽吧 给拿去玩吧 世界上最快的车是什么 当然是借来的车 所以咱们现在就进赛道 好好的去耍一耍 即使是在连续弯中 这台车依旧有着非常灵活的一个车头 大家都说什么 RS推头 奥迪推头 那都是XXXX 接下来进入一个重刹区 探陶三威的这个刹车牌 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耐热动物 怎么刚它都没有关系 然后最恐怖的就是它的这个突弯循迹性 由于RS4是一个旅行车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它的车纹是有一点点上外晃动的 车纹更重 这可能是一台真正意义上 会有飘移取向的一台 四驱的新能旅行车 怎么 趁着它老日不过来找我们 所以我们最后在这赛道里 好好的混合一把 450匹 花臭8IT 22.9T 双路人增压 起飞 讲道理 这种算是RS4这种车 下次来到我们什么刹车轮胎 水温油温 也还是要注意的 不过这个没关系嘛 毕竟是借来的车 是不是 借来车永远是最快的 这转够了没有 老人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吗 没事 反正也不是我的 人到中年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世事求安逸 稳自当头 不思进取 觉得自己的下半辈子 也就这样了 那又该如何去做出改变呢 是换一个新环境 接受一份新挑战 还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边境下 给自己多一份激情 多一份刺激 其实这台RS4Avent 在你的生活中 所扮演的 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它很全面 它能让你有一种 驾驶的安全感 但当你需要一些 激情被点燃的时候 它也能给你 足够的驾驶的快乐 所以它看似是那些 狂傲不拘的年轻人 心中的Dream car 但事实上 它却是我们这些中年人 找回自己青春的 正确打开方式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